丈夫优惠小三,却装见妻子与老男人进房间,推开门看到一幕,让她跪倒在床边。 她是许多人眼中的成功男人,从农村考进大城市的重点大学,毕业顺利入职大企业,娶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妻子,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,三十几岁成为部门第二把手。 村里人每当说起她都少不了感叹,她真是我们村妃出去的金凤凰。 她的妻子莫化出身书香门底,与她是大学同学。 莫化是个传统的女人,结婚后她要拼搏事业,她生下儿子就辞职全新顾家。 十年来,她在外工作赚钱,她在家乡夫叫子。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妻子、儿子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位子,一般人渴望的她都有了。 37岁这年为了争取部门一把手的位置,她毅然决然地自考MBA学位。 为了考MBA,她每天忙得不在家,家里,孩子,她什么都顾不上,她没一句怨言,只为她准备好一切,嘱咐她注意身体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某周末早晨,儿子出门家交去了,妻子偶然发现餐桌上放住一份文件。 她有些奇怪,是她的资料,她翻开一看,却只见离婚协议四个大字赫然引在灭头。 她不可置信地质问他,哭住问他为什么要拆了这个家。 她是真的崩溃了,这个她一心辅助的男人,这个她付出了十几年苦心经营的家庭,只凭她一份离婚协议就要催了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她任由她流泪追问也不多解释,只冷冷的一句,我对奶妹感情了。 我也不亏带奶,儿子归我,房子给奶。 我对奶妹感情了,就这一句,只这一句,她死心了。 她不再挣扎,只要求等儿子今年6月小学毕业再办离婚。 都说男人中年三大月是,升官,发财,换老婆。 离婚并不是她一时兴起,她其实早有女人,只不过从前那只是她外面的精彩,现在眼看视野更上一层楼了,家里的女人也要换得新鲜亮丽的了。 她们暂时仍维持住表面的平静,可私下她已经很少回家,既然她已经同意离婚,她便更逍遥的肆无忌惮,天天和行人在一起快活。 她本也觉得亏欠妻子,可情人的一句,几百万的房子就那么白白给她。 你们出来花,她在外面就没背住你有男人。 这一说,她心里起了想法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请私家侦探,查。 她远也没觉得老婆外面有人,毕竟她向来一心只扑在她和儿子身上哪有时间出去乱来。 可出乎她意料,侦查到些让她投上泛绿光的事情,就在最近,默化与一男人频繁出入某家小旅馆。 得知这个消息,她气得快要发狂,当即带住私家侦探赶到那家小旅店,她要当场逮住他们,她要让那个给她戴绿帽的女人一分钱也得不到滚出去。 哐哐哐哐,她大力地敲住门,几乎是用砸的。 谁啊?默化刚把门打开一条缝便被她一把推开。 拍!都给老子拍下来。 老子要让他们颜面扫地。 让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滚蛋。 她带住私家侦探大步创金房内。 啪啪啪,闪光灯一通狂闪,弄得人烟花扰乱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爹!原本还怒气嚣张的她忽然一声惊呼,吓得边上拍照的人差点没把相机砸在地上。 什么情况? 儿子带人捉公公和儿媳。 爹!你怎么在这儿? 爹老毛病犯了,他怕影响你考MBA,一直忍住不说结果昏倒了。 亲戚们前段时间打电话给我,我就去老家把爹接来看病。 他不肯告诉你,又说住院太贵,所以我就只能把爹安置在医院附近这个小旅馆每天来照顾他。 默化显然是明白他的丈夫带人来干什么的了。 我们离婚,离婚是你我的夫妻情分。 你不再把我当妻子,可我做不到不再把咋爹当公公。 我以为我们多年的情分你我起码还有一丝真情,到头来却只看透了你这颗人心。 默化声音淡淡淡的,走到这一步,他算对面前这个男人彻底死心了。 普通一声,他跪倒在床边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7月,一份离婚协议由默化的律师上交至法院,里面附有他详细的婚外情证据。 默化早就知道他外面有女人,男人有没有出轨女人其实都是能够感觉到的,只是为了加他选择阴忍。 由于他对婚姻的背叛,他没有做任何申辩,儿子,房子,车子,存款都判给了默化。 他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一把手位置,而是被外派去了分公司,实际上就是降了值。 情人和他提出分手,分手理由一如当初他对妻子说的那样,我对你没感情了。 他从拥有一切的男人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。 村里人说,默化是他的福星,他把老婆赶走了,他的福气也到头了。 这话看着虽然迷信,其实里面是大有道理的。 为什么总说先成家后立业?老祖宗说妻子是谁,守住夫家的财运。 当夫妻和牧师女人是以心顾家的,家里妻子心安,家财才能平安,男人才能全力在外面拼搏。 所以幸福美满的家庭往往财运不会太差,因为家安外财容易入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至男人?男人啊! 女人不是衣服,不能有钱就换。 夫妻不是儿戏,不能说散就散。 感情不是保质,不能说断就断。 穷一次,才明白谁最爱你,但那颗爱你的心已经破碎。 错一次,才懂得谁最不舍,但那个不舍的人已不回头。 女人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,她装傻,太隐忍,只是因为她还爱你,还在乎这个家。 不要让她心碎,不要把她逼到无路可退。 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个故事,希望更过丈夫懂得珍惜身边的妻子,多一对夫妻懂得珍惜就少一个家庭的不幸。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